各位弟兄姐妹 弟兄就我一个现在 目前都是姐妹 我们今天就还是一样查考 其实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 经文是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会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在这个经文当中 其实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那问题来了 我们上礼拜花了很多时间讲神 神跟神的旨意 那我们大概知道神是谁 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保罗是怎么知道神的旨意 很清楚明白的知道说 神就说你就是使徒 你要去干什么 这些事情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信仰完全的源头 从亚伯拉罕被拣选以来 亚伯拉罕被拣选以来一直到耶稣基督 一直甚至到我们基督经 神是怎么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呢 他是拿一个 一本书给我们看 是圣经来交给你 像那个 摩罕默德得到这个天使 其实就要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呢 在亚伯拉罕 我们所看亚伯拉罕所得到的 都是神跟他自己说的 那在摩西的时候呢 神做一件事情 他用手指写下十件 然后人就看了这个十件 就清楚明白这十条 然后之后 但是摩西很多的 所谓的神启示 耶和华如此说什么 都是神告诉他的 那我们再看旧约当中 除了这个 但依里那个时代 有一个这个 伯莎莎王时代 他因为犯罪 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王 是外邦人的王 他因为犯罪 拿他卤来的这些 圣殿里的精气银气来喝酒 结果呢 空中就出现一只手 写在墙上 意思是说 你的王做到今天为止 你就要死了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所有一切 在我们信仰当中 所有的这些资料 所有的神告诉我们 都是借由神说话告诉我们 我们就能够明白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 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中 我们到底要怎么明白 神的旨意呢 还是要靠 主要是靠听的 还是要靠听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 其实我们的中间有三种 有三种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分类 第一个是先知 先知主要是出现在旧约时代 上帝的口 为什么说上帝的口呢 人听到神说话 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听到 很多人是 钟其一生可能 如果坦白诚实的说 很多人钟其一生都没有听过 上帝跟他说话 那他们怎么明白呢 他就要靠有一些人叫先知 这些先知呢 他听到神的话 他就代表神的口 把这些话说给 用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的话 说给人听 这叫先知 那在历史中 这个很多人 其实我们看 亚伯罕算不算先知 其实历史中 第一个先知是谁呢 其实算是亚当 亚当就可以听到神的话 该隐杀亚伯 这两个孩子 都可以听到神的话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一世一代 就开始就有 但是后来到了这个 比如说亚伯罕时代 那世人很多 就听不着神的话 如果听着神的话 他们不会去敬拜多神 不会去随便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不对 到了摩西 那摩西其实也是先知 我们如果以这个定义来讲的话 摩西能够听到神的话 把这话传给以色列的百姓 摩西也是先知 那么所有我们看大先知书 小先知书里面的先知 他们都是先知 他们都能够替神传达 他所要讲的话 在摩西的律法当中 就有一条规定非常明确的 又有人做假先知 发假预言 那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吗 如果是假先知 假预言的话呢 那他就要被石头打死 所以在摩西 在旧约时代里 先知是一件 没有什么人敢冒充的事情 你要是冒充 你要是发了假预言 那你就可能会被石头打死 以色列百姓都要对付你 所以不敢 那今天呢 我相信大家知不知道 黑卧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 算是什么样一种教会 因为你们知道 其实很多人不晓得 这个教会有福音派 有灵恩派 那你们来这里 你们都知道 你们来什么样教会吗 知道吗 还是说你们其实 我就是因为靠家境 我就来这个教会 我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管外头有什么教会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有的时候 会有一种危险 就是说 如果你都不知道 外头有什么教会 你有一天 跟其他的 碰到其他教会来弟兄姐妹 大家聚餐 咦 你是基督徒 我们也是基督徒 大家一起祷告 然后你听他们讲一些 他们教会里发生的 很奇妙的事情 你就说 为什么我们教会 都没有这些事情 为什么 每天 他们每个人都会说方言 是不是他们教会比较厉害 所以我今天 为什么要说一些额外的事情 就是说告诉你们 你其实每一根 我觉得基督徒必须知道 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 我们其他的教会 有什么样的 这些事情 在福音派的教会当中 我们基本上就说 先知是 施洗约翰可能就是 最后一个先知 那福音这个教会当中 现在还有没有先知呢 我可以 如果以福音派的理念来讲的话 他说 没有先知这个职份 但是你弟兄姐妹 你可以有先知的恩赐 也就是说 有的弟兄姐妹 仍然是有可能听到 神跟他讲话 或者说 不是讲话 或者说一个意念 就传达在我们心中 我们就 大概明白什么是 神的心意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的 在出埃及记当中 然后就是摩西跟米利安 有一个争执的事情 然后米利安说 我们都可以知道神的话 我们都听过神的话 那摩西你可以做领导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领导呢 耶和华就站出来说 我对我的仆人摩西 我说话乃是用名语 很明白的话告诉你们 对你们说呢 是一些像是 像谜语一样 你们听不明白 所以其实同样是先知 有人感受神的心意 有人清楚明白 听到神的话 那个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看我们 这个世代当中 有所谓的先知 也有所谓的使徒 我就要讲到 下面讲使徒了 使徒是神在地上的大使 这定义来讲 神在地上 神的国度 祂在人的世界当中 设立好像一个大使馆 这样 我们在 你说如果你在台湾或中国 你就知道 美国有大使馆 美国有大使馆 设在中国 设在中国有 台湾是办事处 它就这样一个等级 但事实上 它也是行大使馆的功能 在英国有美国大使馆 可是如果你一辈子 在美国的话 你不会知道 有美国有大使馆 我美国 我一辈子住在加州 我到 长到现在 我没有看过美国大使馆 你当然没有看过美国大使馆 你就在美国里面 美国在国内 是不会有大使馆 对不对 那大使是 有它的定义 就是说 对方的国家 如果对方的君王 要什么事情 要跟美国交涉的话 他就找美国大使来 我们谈谈 对不对 我们跟美国有什么事情 我们谈谈 这是大使 所以大使呢 如果对内 他是行使一些权柄 对外是宣告的 我们这个 美国利益是什么 那使徒呢 在神国里面 有相同的这个 有相同的一个权柄 跟职责 所以在天主教的认为里面 天主教他们一直觉得 所有使徒的 他们是把使徒四代相传 天主教的第一个使徒是谁呢 其实你们都知道 就是彼得 彼得是做了罗马 这个基督教会的第一任的这个 这个墓长 他就是等于是像 当时虽然没有给他教皇的这个 这个title 但是实际上他就是当时教会的领导者 所以他们四代相传 就是一代一代就是 他们所谓的教皇就是使徒 他们就是教会的使徒 使徒可以告诉你 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可以做 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不重要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待会讲 待会讲为什么有这些差别 我再回到刚才的话题 我说我们现代的世代 有先知 至少有人是这样讲的 我是先知 我是使徒 还有一个机构叫做国际使徒 什么中心 他们就有一堆牧者 他们说这里我这个是先知 这个是使徒 这个是什么什么 然后其实这些有些你们也看过 在电视上很有名的牧者 川普身边都有 川普那时候祷告很多牧者 帮他按手 其中有一些就是有使徒的这个 他们说是使徒 那好了 那黑户教会呢 我们只有牧师 我没有看过先知 也没有看过使徒 那么你看圣经我们看过这样多的先知跟使徒 那这些人 那我们教会这个 不是乡村教会 没有什么厉害 神也不太重视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使徒也没有先知 是不是这样讲 其实啊 我告诉你 真的不一定是这样子 真正真正不一定是这样子 使徒先知是自己疯的吗 使徒先知是你想当就当的吗 我给各位看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 他是一个牧师 他就在胸口穿Apostle 我另外找一个照片 他有一个中文的 他写使徒两个字写在身上 他是一个台湾高雄一个教会 年轻小孩子 他还OK啦 因为他创建一个教会 两三千人去了 然后他就想办法去跟这个国际使徒中心 搭上这个线 然后他就想说 一直想说 我来申请一下 看你们能不能认可我们 那国际使徒中心 因为其实在这个基督教界 也是有人 有人认可他们 有人不认可他们 他们一看到有一个教会 哇几千人来这边申请 那他们就派员考察 就有一些什么 所谓先知啦 就跑到那边去跟他祷告啦 什么就这样 他就 他们说我们准备认你为使徒 然后这个小孩子在那个时候 人家还没有认他之前 他就穿上这些衣服 使徒Apuzzle就很高兴就跟惠宗讲说 你看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 这个他就是需要寻求人的认可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 在这个世界当中 好像我们看起来说 使徒跟先知是比牧师还要更高级 因为这些人都当过牧师 然后才去当先知使徒 可是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我认为他们去找一个先知或使徒的名分 加在自己身上 这个是不是说明他们有一种被人认可的一个需要呢 他们想要别人尊称他们呢 他们想要这个弟兄姐妹更加尊敬他们 他们觉得他们要比别人高呢 非常有这个可能 所以所以我觉得 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在外头碰到所谓 自称是先知使徒的 那其实你也不要说特别高看他们 可能你可能要同情他们 因为他们在这个路上 有一些认知的这个心理的障碍 坦白讲 我在侍奉的开始的时候 我也以为我是先知 因为我可以听到神说话 对 这个事情大家还可能不太晓得 这个我在2014年1月的时候 第一次我那个email 我们这边有一个shit 对不对 上面有我的email address 上面有我的这个微信的barcode 那有qrcode 那我的email address是 mcgat2014 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我就在这个山里头 我在跑一个马拉松比赛的时候 跑到三十几公里的时候 前后无人在山里 在一个还在一个峡谷中间 就是两面就是山 有很高的树 上面呢 不是一线天比一线天宽一点 但是也没有很大 就这样带着就跑 突然就听到神跟我说 有人跟我说话 我就很惊讶 我就 对不对 可是还在跑 跑步的时候是不会停的 那就跑 然后呢也不知道什么事 然后他这个声音就跟我一直讲一件事情 一直一直讲 讲完以后我就重 我就重复说一遍 然后说错了 他再跟我讲 讲了几次以后 我到了 我跑到终点以后 我就拿手机就当时记下来 那个是我第一次听到神 神对我说话 然后以后我每次上山 除了在山里训练跑马拉松之外 我就多一个目的 就是我想听到神说话 神后来也说了几次 渐渐就不说话了 渐渐就用感知的 反正可能是我听到神说话是很费力的 我也觉得说我在山里无人之处 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这种 因为可能在山下太嘈杂 所以我现在一个礼拜还上两次山 就是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开始上山 就去祷告 然后到山上一个地方就跪在那边祷告 这是我常做的事情 我刚开始我以为我是先知 我好像很了不起 当时我也觉得很了不起 后来就开始这个就开始沉淀 就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我能够听到一点神的心意 又怎么样呢 可是你圣经也不熟 你对弟兄姐妹也不了解 你到底能做什么呢 我就慢慢的就发觉说 这个东西是 是有一些 神会有一些能力给别人 但是神会不会用你 那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先知都是在 他能开始听到神之话的时候 一继续侍奉 侍奉很多年 然后他才能够 就有人开始叫他是先知 或者说神才说 猜判你去做一些事情 后来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讲说 他说Tim 在地上如果是先知使徒 那都不是自己能叫的 你自己叫自己是先知使徒 都不是 你只要自己说的是都不是 那是说你在地上侍奉 大概最起码得十五二十年以后 有人觉得你是先知的话 那你才是真的是 才配得上身先知 自己封了都不是 我就明白了 所以要出现一个先知跟使徒 其实也不难 神一句话就出现先知或使徒 对不对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在这里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 能主改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那第二节的称呼就变了 第一节说十二个门徒 第二节说这十二个使徒的名 所以所谓的使徒 对不对 神去差派你做一件事情 他真正的委托你 那你就是 那这个十二个使徒 使徒呢 还有一个叫 一个犹大 还有卖耶稣的 加利人犹大 那这个犹大 他卖耶稣的时候 也是奉差时 好你说是也可以 因为耶稣曾经跟他讲说 他沾一点笔放在盘子里 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 OK这个我们就 不要说太争辩 说到底是 这个时候还是奉差时 他最后去上吊了呢 那他还是使徒吗 他死 而且死后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不配称使徒 他们又选了一个新的使徒出来 所以使徒就是说 神叫你做一件事情 你可能 看人怎么称你 使徒跟先知都是人去称他们的 神看使徒跟先知 那不是看跟我们一样吗 我们是人对不对 我们就不是神 所以使徒先知 神要封谁就是谁 神要叫谁去做事 神跟谁说话 那他能听见 他能够代表 神开口去跟人家讲 那他就是神的口 他就是先知 他可能就是使徒 所以自称先知跟使徒的 那我现在对他们是 敬而远之 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 那么使徒还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像是 这句话很重要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是有一次耶稣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记不记得这个 人说我是谁 然后这个说你是施洗约翰啊 什么什么 哎呀施洗约翰 有些门徒应该还记得 他们同时看过耶稣跟施洗约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说都是乱讲 不会说耶稣也在 施洗约翰还在 然后耶稣又是施洗约翰 那这个就很奇怪了 那只有彼得说 他说你是神的儿子 是 就是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 然后耶稣很高兴说 你这个话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天上的父母告诉你的 然后他就说了这句话 他说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这个天国的钥匙 如果你说教会建在磐石上 这个磐石不是彼得 这个我想这句话是很明白 磐石并不是彼得 彼得是小石子 磐石是很大的石头 所以 但是呢 天父让彼得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教会的foundation 神让人明白神要做的事情 那他这个事情是一个 教会是可以建筑在这上面的 但是天国的钥匙给你是给谁呢 那个钥匙就必须有一个持有人 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个一般的有人解经就说这个就是基督徒 你基督徒就是教会有这个就有这个权柄 我们在天上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天上也释放 那如果说教会有这个权柄的话 那教会也是蛮伟大的 然而不是 我不是这样看的 我是这句话呢 就是针对是使徒来说的 因为彼得是使徒 他守卫使徒 而且他明白神的心理 主就把这个权柄给他 怎么讲 我觉得用讲 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讲明白 我告诉你们一个例子好了 你知道在犹太的这个规条 律法规条里面 如果有哥哥跟弟弟两个人 对不对 哥哥娶一个嫂嫂 结婚了 后来哥哥死了 这个老婆怎么办 这嫂嫂守卦吗 没有 马上嫁给弟弟 对不对 这个是在犹太里面是完全行得通的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也碰到这种事情 哥哥有一个 也有一个娶个嫂嫂 嫂嫂死了 那么这个嫂嫂马上嫁给弟弟 跟弟弟同房这样 对不对 这个在犹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这个事要传到中国 或是印度某些保守国家里面 那就不行 如果说在中国大家 我们因为本来是清朝对不对 清朝人 那这个有家庭这些伦理制度 后来这个家庭人就信基督徒 信基督教以后 然后哥哥这个有 哥哥嫂嫂都是 基督徒 弟弟也是基督徒 然后这个哥哥一死 然后马上嫂嫂嫂给弟弟 在中国那不行 对不对 那你就马上说 因为基督教根本就是邪教 淫教对不对 所以在中国当时就要有一个人出来说 不能这样做 这个教在我知道 对没错 我们对于妇女 对于这些尊重在犹太国可以这样子 可是来到中国你不能再这样搞 所以一定要有人出来说 不行 中国基督徒 如果哥哥死了 嫂嫂不能嫁给 马上嫁给弟弟 不行 他就要订出一些规定来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在地上有些东西是可以捆绑 不要做 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开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使徒在 我们仔细回去看天主教的这个教皇 他基本上就有这个权利 在教皇以前 他是天主教是禁止使用避孕措施的 后来 现在人口越来越多 教皇后来又改口 他说可以使用避孕措施 那这个就是一个捆绑跟释放的权利 那对于弟兄姐妹来讲的话 那就是一个顺服 他说是怎么样 虽然说这不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跟我们讲的 圣经上也没有说到底可不可以使用 这个避孕措施 或什么这种 或说哥哥嫂嫂死了 这个哥哥死以后可不可以嫁给弟弟 这些事情并没有 圣经上也并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做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就必须由使徒来解释这种规矩 所以这个 诶 这是我们的解释 这是我们的解释 OK 他就是后来的天主教的教皇 第一任教皇 他就是等于是这样 那 我查过很多解释书 那有人就讲说 我们要捆绑撒旦 捆绑罪恶 这个不需要耶稣给 那个当时犹太人都基本上知道这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也没有说 好像说天国是在被人间的东西圈着走 你地上人一改变 天国也要改变吗 没有这种事情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 在彼得说出来 你是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 然后主就说 我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盘子上 因为彼得已经 他等于是 第一个你有了 有了像先知的功能 他能够知道天父在想什么 他能够清楚知道天父在想什么 这个权柄不是说 我给任何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说使徒不是说 我今天我想当使徒 我就拿到天国权柄 没有这种事情 神说给你 那你就有 神说我收回来 那你就没有 那因为在这时候彼得已经 已经得到这个天父直接的跟他讲说 我认识基督 我认识这个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 才有这些权柄 所以你要说捆绑就必须是捆绑撒旦 捆绑罪恶 这个事情我想大家不用讲 对不对 我们就是应该要捆绑罪恶 就是捆绑撒旦 但什么叫罪恶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 我说实话 这个在我写解经书的时候 我也是独特的 但是我觉得只有这个解释 是非常非常 能够解释通的 能够完全解释通 后面还有一个以后 不过不在这里 我们在查这个以佛所说是查不到的 我有几个试经说实在话 我觉得是蛮独特 然后我去跟很多的牧师或什么探讨过 他们刚开始不能被我劝服 后来仔细想想看 过几天他说听你说的对 也有牧师告诉我说 他说我这个解释非常的合适 因为其他的解释就总有说不通的地方 但是这个解释是可以说得通 很像啊 很像 比如说你说 嫂嫂不能嫁给弟弟 嫂嫂在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神是个灵 然后在天上呢 我们跟神的死者是一样的 也不嫁也不娶 那你说这个事情 嫂嫂能不能嫁给弟弟 这个事情跟天上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可以啊 亚当的儿女兄妹成婚 那也没有关系 可是今天就不行 今天如果说没有 如果说我们完全按照这个创世纪这种 或者是使徒时代 耶稣时代 这种来过生活的话 其实跟天国有的时候不见得有关系 跟天国你能不能进天国 没有关系 可是 神有各样的考量 有的时候就要告诉你们一些 在地上的生活规范 这跟天国是没有什么特别直接关系 但是既然他这样讲了 一个使徒这样说 或者一个教皇这样说了 那我们就不要随便去 去犯这个事情 这个是有道理的 后来还有一个保罗 他们抽签选了一个叫马泰亚的 马泰亚的 就是在 所以刚才你有没有听到我一开始对于这个世代的使徒跟心理的 先知 我是怎么讲的吗 我刚刚讲过 其实我现在再明白讲一点 你现今这个世代你说你要找一个使徒跟一个先知 我告诉你 使徒跟先知在每一个摩门教的教会都有 每一个他们是世代按手 如果说我刚刚讲天主教这个教皇的定义是比较 还是算比较严谨 因为他们整个天主教一个 这也是比较严谨的 那更严谨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相信 你现在上网去 这句话你要注意 你现在上网去搜寻使徒跟先知 凡是Google告诉你的 我的意见都是假的 就是说怎么讲呢 我不反对说这个世代可能有先知 因为先知是神说有就有 他可能在我们比如说来讲 在思绪亚海以前我们说400年没有先知 所以神不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呢 他可以就没有先知 不是每一个世代就必须要有先知的 也不是每一个世代就必须要有使徒的 这个我绝对赞成 当神需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去拆派一个人 他说你是先知 那个就是先知 自己说的呢 那都是假的 我不知道这个世代有没有先知 但是你现在去Google一下 先知一大堆 对这个是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假如真的有先知 假设这个世代有先知 那你在Google上你找不到他 因为他被埋藏在几万个假先知里面 你根本看不到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事情 就是告诉你们 你要知道 是我们这个是像是 比较像是福音派的教会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灵恩派的教会 他们在做什么 甚至还有一些像是已经到异端 像是摩门教 他们每一个教会里都有先知跟使徒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你要是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今天都没有人讲过的话 你去外头 你碰到一个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在以前 我一个小组 在墓主先锋 墓主先锋 我一讲出来你们又明白 这个就是一个极端领恩派的教会 他呢 就是很多 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极端的追求灵恩 我想 其实我在里面看到一种 就是说 每个人都想要很高 希望神来高举 没有讲出来 但是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有 希望有人来高举自己 后来就有一个姐妹 在这个小组当中 她还不是一个年轻的姐妹 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姐妹 但是我们那个组的小组长 是一个八十岁老太太 Rosa 她就一直被那个Rosa压着 她后来呢 她就跑去摩门教 一个在 我说奇怪 一个在教会里正常热心的姐妹 这样子 怎么突然之间 她就变成摩门教徒 因为我在Facebook上是个朋友 她就干到处介绍摩门教各种好处 什么什么什么 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意义 因为她在基督教里面找不到出路嘛 她就跑到这个摩门教 摩门教就重用她 她就起来了嘛 然后人家也说 当她说领受神的话的时候 大家说对对对 那她就很容易就鼓动一个人的内心 其实我要讲这个话 为什么 我不是告诉你们来说 世界上有先知有使徒 他们比牧师 我从来没讲这话 我其实反而 今天我就明白告诉你 你去Google上搜寻先知跟使徒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假的 凡是列在前面 大概都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她经营这个事情 他们在经营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像我刚刚讲的前面那小孩子 有没有 这个小孩子他就 他就很希望 他还没有被这个国际使徒中心 这个中心我都不认可 他还没有被这个中心认可的时候 他自己做个T恤 Apostle这种T恤会有哪里有卖啊 还有使徒这两个字的这个 这种T恤这个中文的 更是没有地方有卖 他就是自己去做的 然后后来我们这个 林阳堂一个小组的姐妹就说 这个推崇这个教会 怎么怎么 我就后来 我去看看 我就看她讲到 她有一场就录制了 好大的题目 叫做 旧约与新约概论 我去看 她整个video一小时零五分 她讲到的内容就在Under 刚好在一个小时 她一个小时就把旧约跟新约讲完 我真是 对她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她就是这样一个使徒了 那你们相信 那这个是什么 是我认为她的使徒 她就是一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 不是说 告诉你们说 你们 对 其实你们如果听到外头有说 先知讲什么 使徒讲什么 那你们都要特别小心 真的要特别小心 牧主先锋 还很推崇一个先知 叫Nata Jones 还什么的 忘记这个名字 她是一个女先知 然后呢 哎呦 常常在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 就听到我们组长说 Nata Jones说什么 Nata Jones 她不是在我们小组里面 不是说这个彼得说什么 这个有的时候会有 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也有讲到这个Nata Jones说什么 说很多很多 后来我就很奇怪 我就开始Google Google这个人到底是谁 啊 结果那个发现她在 她曾经在1996年的时候吧 还是1996年 不然就在2000年之前 她说 美国在2006年会被这个 美国的东海半会被一个大陨石毁灭 所以你们要悔改 当时不到2000年的时候讲这话 大家都很害怕 你们要悔改 神就要来了 神要惩罚美国什么 一大堆讲一大堆 2006年美国东海岸 她说神带她上去看到 她看到美国东海岸这边一个大洞 里头都是海水 怎样怎样讲一大堆 好可怕的事情 2006年 现在几年 那如果在摩西那个时代 这个女儿就要被打死 对不对 后来她又说 后来过了2006年 大家那时候 其实很多人在很 很很在等待这个事情发生 还在那边祷告什么 后来她说 跑出来说 她又安静了一段时间以后 她后来说神跟我讲 她把这个事情延后 反正都可以自圆其说 那你说这样的人 那我不晓得 但是人家都说 很多人说她是先知 那你们说她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们听到这些事情 你要小心 但我也不能否认说 这个神就 怎么搞的 神就告诉 神叫奉神的旨意 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那保罗是真的凭什么 他是当使徒 其实我们知道 保罗做被基督拣选 是有一个神奇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对吧 有没有人不知道的 我就不讲了 有一个神奇的过程 他后来呢 他在传道的途中 他是常常的可以给人家医病 甚至复活一个死人 那我们其实教会里讲说 有讲到神奇奇事这个事情 对不对 有我们有一个很 很无法自圆其说的事情 我看看是哪一个 我是这个 很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事情 也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这么有神奇的力量 他甚至有人拿他的手绢或围裙去放在病人身上 就被医治了 那这个神迹是哪来的 是从信心来的吗 还是说神就给人一个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呢 其实圣经里有解释 圣经里有 然后希伯来书第二章 希伯来书第二章是什么 你们当越发郑众所听见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了 借着天使所说话语 恐怕是干饭的就要受了报应 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怎么能讨罪 这救恩 我其实要从这里开始讲 这救恩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能给他们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了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所以我们知道先知能够施行神迹 在这个圣经中记载很多 使徒很多也可以施行神迹的 那你讲先知跟使徒 你不能离开神迹 神迹究竟是怎么来的 神迹究竟是怎么来的 神迹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是神行的 神为了要给这些人 他的工人做见证 你看一个天使来给你传福音 一个天使来告诉你的话的话 那你好像就这个人不是人 他从空气中突然出现 他有翅膀 那我很容易相信嘛 对不对 他讲的话 他讲什么我都相信 可是一个弟兄开的门 走进来跟你讲一些事情 你是谁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听你的 不晓得 那讲了有道理吗 有道理 可是我也不确定我能就听你的 可是这个弟兄呢 他一打听 哎呀他在哪里行神迹 这样就要做神迹 甚至我拿他的手帕去 放在我们家病人身上 他就好了 哎呀那这个人可能真的是神人吧 你至少要这样讲 其实这种事情就是神为 为他的工人做见证 神迹不是 不是人行出来 神迹是神行出来 神行出来 神行出来的时候 神行这神迹是有目的 有一个目的在 他要给他的工人做见证 他的工人在世上传的时候 有的时候很辛苦 有的时候打不开一个门 你到一个岛上去都是土人 那个土人根本就听不懂他讲什么 可是呢他们以后有人生病了 对不对 你那个保罗其实有发现 这是马拉塔岛的时候 他进去那边 那土人的这个酋长的爸爸病了 然后他就 哎就治好了 治好很多人又来 又都治好了 这个就开了一个福音的门 这就开了一个福音门 那你后来在讲什么 啊我们有认识一个人叫耶稣 他们就听听听 他不把你抓起来给祭祀了 然后还要听你讲话 那为什么 神会亲自开一些福音的门 他为某些工人做见证 那为什么给保罗 不给这个其他人 当时有一些传那个 基督教的犹太人呢 当时也有人很热心在传教 神为什么没有给他们这些见证呢 神就告诉你 这个人保罗是我拣选的 他讲的话是真的 你要听他的 他能敢鬼啊 他能够医病啊 你拿他的手巾 拿他的围裙去给病人一盖 他都能够好 那你说他是谁 神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 就这样 这个是我所拣选的仆人 为什么我们很愿意 大家弟兄姐妹都很愿意说 保罗是使徒 我们讲说前面十二个 对不对 后来加上一个 抽签抽出来的 大家都 那些都是使徒 但是一个保罗 他是一个身在外邦的犹太人 他出来讲话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愿意听 相信就是保罗 其实就是使徒 你不要说圣经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对 可是其实在他的 他的这个 比如说希伯来 比如说希伯来书 不是希伯来书 以佛所书被人家接受之前 那谁知道他是谁 对不对 那因为有神给他做见证啊 所以那些教父们 那些刚出的在基督教里有很重要位置 他们要决定圣经的时候 他们也参考这些事情 是神的工作 使他们真的相信 这个人保罗 他是忠心为主做事工 而且神也为他用神迹其事 并各样异能的恩赐 圣灵的恩赐给他们做见证 所以我们愿意相信保罗是使徒 对不对 这个这样讲就明白了 所以先知使徒是这样 那先知 我们觉得先知 对 我还有一个经文 我看看在哪里 是讲约尔书的 所以 那我在这个福音派教会里 常常有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 这个走了两个极端 我刚刚讲先知使徒 99.9%都是假的 那另外一个集团是说 就是我们就是很希望 你知道说有预言的 有异梦的 有异象的 我们也都不接受 有个弟兄 或者有个弟兄姐妹说 我昨天晚上梦到什么 我昨天讲 在某些教会里 哦 有些教会真的这样 好高兴啊 有这个异梦赐下来 异象赐下来 在某些教会里 大家听了以后就面面相续 就不肯相信 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可是约尔书就告诉我们说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命 现在我们在福音派教会里 很愿意承认说 圣灵浇灌我们 我们都有圣灵 因为圣经上这样写 可是 你被圣灵浇灌以后 有些人会说预言啊 有些人会做异梦 有些人做异象 这个存不存在呢 圣经上这样讲 我相信是真有 而且事实上是真正的有 我也相信存在 但是我相信他们说的预言 不行 那回到 回到我刚才的问题 回到我刚提到一件事 我说现在的先知 你人找到的 那些自称的 99.9%是假的 那这些人99.9%的 假的人说的预言 你觉得有可信吗 不可信 对不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真预言 真的异梦 真的异象 被埋在这一大堆的 这假的东西当中 你根本就很难找到 我们确实很难找到 哪个是真的预言 哪个是真的 从神来的异象跟异梦 确实是很难找到 所以呢 没错 我觉得今天啊 你去 你可以用圣经来做个 很好的一个filter 这个东西跟圣经所讲的不同 或是稍微有点不同的话呢 你不要轻易相信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就没有 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预言了 不会再有异梦 不会再 同样之不能相信 对不对 你知道99.9% 那还有一个 百分之0.01的可能 我有真的 还有我在解释一个 什么叫预言 以前我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不是说 我说我可以听到神的话 我可以先知吗 他说人家说你先知哪发个预言 在他们的印象里就说先知预言就是 就是你可以把未来的事讲出来 我告诉你这不是预言的意思 预言不是说未来会发生什么 预言就是神告诉你什么 你说什么 有些时候 有一些时候神会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 这种话你听出来你就知道 这是将来要这样做 要这样成就 这是预言这个预字 中文翻译是从这样来的 但是实际上呢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这个 先知讲的预言一定是将来要发生的事 那怎么办呢 好 结论 怎么办呢 我相信世界上 即使到如今 也可能会有先知 也可能会有使徒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相信那些自己去按手 自己去说他是的 我就不相信 凡是他自己这样 越是这样讲我越不相信 对不对 穿个使徒T恤在身上那种 我觉得不可能是使徒 那怎么办 那就小心了 既然这个路可能走不通 那你就不要太去相信这种东西 要小心 小心那怎么办呢 最好的话就是说 我觉得一般弟兄姐妹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甚至有些牧师都没有办法判断清楚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在信仰的道路上 要真的很小心 那你就 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告诉你 我有个感动 神对你什么什么 有什么感想 你要相信吗 你要看这个弟兄 他这一辈子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如果这一辈子常常在做一些 误导人的事 荒唐的事情 那他这样的弟兄说 我是先知我告诉你什么 你真的不能相信 如果这个弟兄 从他身上你看出很明显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 你常常做一些符合神心意的事情 他所做的接近符合神的心意 他常常做这种导引人向善 要怎么样认识神 你怎么样告诉你应该如何祷告 这个能够更符合神心意的话 一个这样基督徒 可能最起码看他过去十年二十年这样 就像刚才那个 有一个牧师朋友告诉我的 你去看一个人说是先知 那你都不是人家自己说的 这是十几年 人家看他十几年以后 觉得他像先知才称他先知的 这个就比较可能 凡是自己称的我就 就反正我基本上我就不相信 那国际使徒中心讲一个叫七座山 你们听过没有 他们觉得要在教育啦 什么影视啦 这种政治啦 七个山头要来帮助基督教 这个东西 这个异象呢 已经出来有二十年了 还是三十年了吧 好像也没有看到实现 可是很多教会很相信 那我们就看 我们也不敢讲说 今天就下定论说 这Tim讲了 这个东西假的 我们也不要这样讲 我们就看得办 我们就走着看 如果是神的心意 那一定会实现的 如果不是神的心意 他们慢慢的等 好不好 我想今天就讲到这边 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 这一节会不会比较多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 我今天有一张这个单子 因为上次大家收了这个 大家写email的单子以后 我高估了我读这个 读大家手写的能力啊 这个很难弄清楚 有一个这个 有我的微信的QR Code 你可以扫我的QR Code 那这次我一定加我朋友 我就把这个讲义啊 甚至这个录像我会发给你 好嘞 谢谢 谢谢 辛苦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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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